早期原住民部落青年儿少学习狩猎的入门款打弹弓 现在变成是一项运动禁忌 风冰箱猫公社区发展协会附赠打弹弓记忆文化第三年 除了计划在10月份举办猫公碑弹弹弓户外近载 还要举办弹弓野外体验游存 社区也自拍宣传影片 欢迎大家可以报名挑战 积极推动原住民传统弹弓记忆文化的风冰箱猫公部落 在疫情降机之下 计划在10月份办理猫公碑弹弹弓户外竞技赛 透过自拍宣传的影片来向各路弹弓好手下站铁 风冰箱猫公部落从2017年首度开办猫公碑弹弹弓竞技比赛后 也唤起了部落其老长辈对打弹弓的儿时记忆 因此积极复赠打弹弓的传统工艺与文化 透过这样子的比赛才让全国各地的人了解 这个弹弓除了它是一个铜弯之外 它也是我们小时候的那种狩猎的一个技艺技能 而弹弓不只是铜弯 更是部落族人青年儿少时期 学习狩猎的入门款猎剧 因此这一次弹弓竞技比赛 不仅是竞赛也规划了每人100元的弹弓文化体验游城 要让更多人认识部落弹弓的文化产业 我们一部落一直在推广弹弓运动 也把弹弓运动结合了部落的观光游城 希望多推广我们部落的文化产业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弹弓比赛的前一天 也有制作弹弓的体验游城 第三届猫弓杯竞技比赛 继弹弓文化体验游城 从即日起开始到10月30号为止 受理网络脸书登录报名 或者也可以去电猫工发展协会报名即可 理事长吴坚安也欢迎大众来报名挑战 记者石玉兰 风斌采访报道 词 bande机